上禮拜的東西沒有存到檔 你第一個就是先到這邊 第12頁 記得喔 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就第12頁有沒有 這邊有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這個資料啦 你把它點開 這邊有個CSV 下載嘛 下載之後這邊就可以有個檔案 你可以把它打開啦 OK上禮拜有開過了 但是它是CSV啦 所以CSV的話 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然後因為我們要什麼 把那個程式加進去啦 所以上個禮拜寫的程式 基本上都要放在Visual Basic 所以你要先確定有沒有開發人員 OK開發人員在這邊 其他命令裡面 這個可能自己要把它記得打開 然後程式放哪裡呢 放在Visual Basic裡面 這邊記得喔 如果假設你裡面沒有模組 比如說我 因為我剛剛寫的這個 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如果我這邊把它關掉 你這邊不要存檔 假設啦 如果像上個禮拜這樣 那打開這邊是空的 按右鍵記得先插入模組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其實是寫了三段程式 一樣是在雲端上面的第12頁 第一段在這裡 有沒有這一段 等於是練習自一程式嘛 在這邊 然後呢 其實我要改了啦 這邊要加那個網址 所以把這一段複製 然後放在Visual Basic這邊 然後記得這邊喔 TEST的封號後面 記得給它網址 就是你要抓什麼資料 抓的資料 就是在檢視資料裡面 這邊有個網址 然後可以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那編碼方式的話就950 950的話就是指的是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資料給抓下來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可以把它 假設我這邊先把它清掉了 清掉 然後我重新抓看看 理論應該就可以把它抓下來了 有沒有 它就連到那個官網上面 就抓下來 那插入欄跟那個 刪除欄 其實也在雲端上面 就是這邊第12頁 應該往下捲動 第13頁這邊 有沒有 刪除欄 跟插入欄 那我剛剛寫的這個R 這個有沒有 其實就是把這個換成 這一行有沒有 換成這兩行就好了 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反正就是只是多一個R 這個很重要 我剛剛講過這個 向下追蹤 這個的話將來 應該用到的機會會非常大 因為將來的資料 應該都不是固定的 那你一定要記得會寫 你如果不會寫 這樣還怎麼辦 你每次都還要自己再重新改 它變3681 然後之後如果變3790 那你又再改 不可能吧 所以如果假設你用追蹤的話 那這一件事情就不需要做了 OK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段 其實把它複製貼到這邊來 這兩段就有了 有沒有 那這一段的話 如果要改的話 那就可以把這兩行 把它再貼過來 這樣就有了 OK 你可以RUN它一下 所以這邊是插入欄 RUN的話就是放這邊 按執行 有沒有 這一年就有了 刪除 這邊又不見了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 將來如果你要做複雜的應用 你一定要至少 那個入制聚集 還有金錢 另外就是加註解 像我這邊都有加註解 有沒有 這些都必要的 你不能說 你為了要求快 然後就混過去 我跟你講你混過去 將來問題就出在混過去的地方 OK 所以每個地方都務必要了解 那至於商品派同學 對那個Creditable 就是想要深入了解 這個底下每一個 有沒有點什麼什麼什麼 那為什麼這些我會留 有些不留 其實我是去每個去查過 那查的話 我個人習慣 我會記一個快速限 這個非常簡單 如果是Excel 我是覺得它方便的地方 就是說 它裡面已經幫你內建一個 免費的電子書了 你想要記得F1 F1的話 但前提是游標要放在這裡 比如說我想要查這個參數 我看這種參數是什麼 那我可以把它停在這上面 然後按個F1 它會跳出來跟你講說 這個參數的話 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 它會跟你講說 它這個是VBA Excel裡面的這個 然後Creditable 後面的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 它的語法怎麼做 它的意思是什麼 等等的 那底下的話相關說明 不過有的時候你看完之後 你還是不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 這還蠻常見的 但至少它有東西 OK 因為我看久了習慣之後 我大概知道這個是編碼 我看底下有沒有 Creditable變數 那裡面有哪一些事件 那裡面有哪一些事件啊 方法啦 屬性啊等等的 那變成要慢慢查 那所以啊 為什麼你說老師 我最後你留下這些啦 因為我最後發現 其實留下這幾個就夠了 那其他的話呢 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 然後好像冠英有幫我們整理一個文件 然後那個可以參考啦 OK 好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講的重點 那因為剛好這個資料 可以直接用Creditable把它抓下來 所以在那個Excel裡面 有Creditable真的還蠻方便的 不然的話 如果你用Python的話 也是一樣可以達到 但是我是覺得步驟 我會比這個來的稍微反鎖一點點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待會呢 我們就要來看 就是有關這個數目分析表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得到一個什麼 黏著這一欄 有沒有黏著這一欄 那我身體幫我 好像有統計了一個什麼 綠黏切到折線圖嘛 不過我們是用那個人工手動方式 那如果我希望 我希望做一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幫我把那個 數目分析表也做出來 數目分析圖也做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啦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用錄製的 所以待會的話 我會跟各位講 有關怎麼樣 寒數你 甚至你那個函數公式不會寫的話 其實你問他 他也會給你答 我覺得給的還蠻正確的 然後寫的程式也還蠻OK的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說 你要懂得去也是一樣 怎麼去問他吧 而且最好是 你不要一次問太複雜的問題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問小問題 然後接著繼續問 接著繼續問 有點像是一層一層剝洋蔥的 你不要一次給他一丟一丟 我跟你講一定會 他給你的答案一定不是你要的啦 那你以後最好是怎麼樣 你就是把它拆解啦 拆成好幾個之後 慢慢一個一個慢慢問 那全部再把它拼湊起來 可能就是你要的答案囉 OK千萬不要一下子給他太多的問題啦 那我們在解決問題也是一樣啦 就是說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到啦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樞紐分析表 怎麼樣變成VBA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做了一個這個啦 就是一年切到折線圖嘛 那我統計出來的結果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假設這個表跟這個圖 我希望讓它自動完成 那上個禮拜是怎麼樣 上個禮拜好像是我們自己手動完成的 OK 所以如果要把它變成自動完成的話 那一樣啦 其實我們也可以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先完成這個部分 樞紐分析表 再完成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兩個呢 接在一起這樣就OK了 你這樣不要野心太大 一次想要把它兩件事一直做 一起做完的話呢 反而就會做不好 OK 那怎麼做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其實主要單案第一個啦 以後樞紐分析表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因為這個工具 它其實大大的幫助一些人 他本來要做資料分析的 他不會seql語言的話 如果你以前要做資料分析的時候 如果你假設資料庫 不會資料庫 也不會資料庫的seql語言的話 哇那完蛋了 你就沒辦法做一些統計分析的事情 可是呢 因為excel裡面有這個樞紐分析表 哇 其實我不用seql語言呢 我不懂也沒關係 反正我就把資料倒到excel之後呢 我就可以做以前本來很麻煩的事情 那這現在變簡單了 而且它都是視覺化的 直接用拖拉就可以產生我要的一個資料結果 哇真的太棒 而且畫個圖也是相當簡單 有沒有 其實只要跟他講說 你的一個表格在哪邊 然後你就把圖畫出來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畫了一個 因為這個列年切到折線圖 是因為他有時間嘛 所以我希望時間在橫軸 然後數量的話呢在中軸 那就可以把它x跟y 把它分成兩欄 這個是x這個是y 那這樣畫出來就會有一個時間的概念 然後數量多寡馬上就呈現出來 很清楚嘛對不對 輕二楚 所以其實啦 如果你要做一個這個統計分析的結果 而且視覺化很方便 馬上連小孩子都看得懂這個圖的話 那其實在eSale真的是可以做的還蠻好的 它避開了很多麻煩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講資料庫啦 因為資料庫 現在誰還 應該到部分人好像都不太喜歡學資料庫 以前還會學ASIS 但現在可能 主要是因為eSale真的太好用了 第二個那個seql語法 用孫友分析表其實也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嘛 那其實我不會seql也沒關係啊 當然啊 你說老師我要學啦 看各位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再進一步的話 seql還是有必要了解的 ok 那所以呢 上個禮拜這個做完 有沒有發現 其實上個禮拜大概就是這樣 孫友分析表第一個 你如果要統計年 那你一定要有年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個插入欄 其實插入年 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是為了 枢紐分析表而準備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沒有這個年 那你枢紐分析表就不用做了 因為沒有這個欄 你要統計什麼 你說老師那我有日期啊 可是日期它又不是年 對除非說呢 你要在枢紐分析表裡面 再把發生日期裡面的年抓出來 然後再做統計分析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因為枢紐分析表裡面有個功能 叫計算欄位 但是我跟各位講 太麻煩了 而且結果都一樣 你為什麼不在這邊做 你要在那邊做 你是不是自找麻煩嗎 有沒有 所以哦 坊間書籍有專門講 Excel的枢紐分析表 它會介紹到計算欄位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啦 不要找麻煩 這邊前面可以做 你為什麼要跑到那邊 很麻煩的地方做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插入一欄 這樣比較簡單 OK 好 那所以第一個 以後有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 如果你要產生枢紐分析表 的某一個統計分析的欄位的話 你要先確定有沒有 有的話 OK 可以做 但是如果沒有 請你把它變出來 OK 所以我們先變出這個 所以剛剛我們 我旁邊又多三個按鈕 所以這個也是你們的 簡單的作業 所以你們可能至少 因為上個禮拜就做這三個東西 所以請你把按鈕給變出來 應該知道按鈕怎麼變出來的吧 開發人員裡面這邊有插入 這邊就可以把按鈕變出來了 當然第一個按鈕就是住宅切到 就我剛剛講的 按下它 它可以把資料更新 然後下載新的出來 不過你會發現 老師怪怪的 這個按鈕怎麼跑到旁邊去 沒關係 你就可以把它扳回來 怎麼扳回來 按Ctrl鍵 然後選三個 Ctrl鍵按住之後 點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把它拉回來 OK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老師拉回來 再按下去會怎麼樣 它又跑過去了 它又每次都拉來拉去 所以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想要讓它 跑來跑去怎麼辦 很簡單 請你把它固定下來就可以了 怎麼固定 這個很重要 記得按Ctrl鍵之後選三個 然後按滑鼠右鍵 找到那個物件格式這個 油漆桶一個刷子 然後裡面有一個叫做預設式自行 切到這個摘要資訊 把原來的物件位置有沒有 大小位置隨儲存的改變 改成這個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的改變 這樣按確定就OK了 這樣我按一下它 有沒有 它就不會亂跑了 插入欄這個也不會亂跑 反正就加一欄 然後刪除欄 這樣就OK了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有個年 那第二個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就是 插入一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 把這個先刪掉 所以上個禮拜是 插入一個樞紐 有這個年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我們就給範圍 按確定 然後再把這個年拖到列 年拖到尺 然後把這邊 把它的什麼 就是留下藥的 留下104到100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怎麼空白對不對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空白的原因很 那當然如果你想知道 空白在哪裡 你可以快點兩下 它會跳出 跳過來 好像它這邊 其實這個空白 為什麼會產生 其實主要就是 你剛剛的這個資料來源 我把它Ctrl向下看看 有沒有發現 問題找到了 因為我們剛剛 向下填滿有沒有 插入欄好像只有3681 可是它的資料有更新了 有沒有發現 它變3704 那為什麼我沒有向下 我看一下 插入欄 我這邊是沒有寫成那個 這沒改 所以這個我還是要把它改一下 如果沒有改的話 那就不OK了 and r 所以這個的話 我把它架一下 r等於什麼 range a1 然後向下追蹤 點1md 然後牽掛弧選這一個 然後點落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就完成 所以剛剛 你會發現 原來這個就是 會很常遇到的問題 刪除欄 然後再插入欄 我看一下 這樣Ctrl向下一下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有沒有 所以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卻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常常出現一些怪怪的問題 大部分都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三段 然後把它試著做出 三個按鈕放旁邊好了 然後如果要把它鎖在這個位置的話 記得先按Ctrl鍵 然後再去選它 然後按右鍵 出聲格式 摘要資訊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